学女小泉巴云 三 第二年冬天的一个晚上 在回家的途中 一个偶然遇见的年轻女人 从后面追了上来 她个子很高 是个身材苗条的少女 十分美丽 四肢急向她打了个招呼 少女也应了一声 那个声音有如小鸟鸣声般清脆 听起来十分悦耳 四肢急便和少女相邪同行 一路上随便闲谈着 少女名叫学子 最近双亲都去世了 所以要到江户去投靠一位 不太富裕的亲戚 想请这位亲戚 帮她找个女士 或是帮佣的工作 四肢急对着不曾相识的少女 打心底产生一股好感 她越看越觉得她美丽 她问她有没有未婚夫 她笑着回答说 没有任何婚约 随后轮到她问她 是否已经结婚了 或者是否有婚约 四肢急告诉她 说自己有一个要奉养的母亲 至于结婚的事 自己还年轻 还没有考虑过 这段清晰明了的谈话之后 她们沉默着走了很久 然而正如谚语所说那般 若有情 双目亦能言 等到走回村子时 两人已经深深地 喜欢上了对方 四肢急邀请学子 来自己家里休息 她犹豫了一会儿 便跟她一同回了家 她的母亲 十分欢迎学子的到来 还给她准备了 热腾腾的饭菜 学子的举手投足 是那样的优雅 四肢急的母亲 立刻就喜欢上了她 还劝她将前往江户的事 延期 事情进展得十分顺利 学子随后放弃了江户之行 她成了四肢急的新娘 留在了他们家 学子是个特别好的媳妇 四肢急的母亲临死时 那已是五年后的事了 说的全是对自己 儿媳的喜爱于一美之子 学子一共给四肢急 生了十个小孩 这些小孩 个个都面孔美丽 肤色雪白 村里的人都把学子 看成是和自己 完全不同的异类 因为农夫的女人们 大都很早便衰老了 然而学子虽然生了十个孩子 却和刚来村子里时 同样年轻 看起来十分水灵 学女 小泉巴云 三 第二年冬天的一个晚上 在回家的途中 一个偶然遇见的年轻女人 从后面追了上来 她个子很高 是个身材苗条的少女 十分美丽 四肢急向她打了个招呼 少女也应了一声 那个声音 有如小鸟鸣声般清脆 听起来十分悦耳 四肢急便和少女 相邪同行 一路上随便闲谈着 少女名叫学子 最近 双亲都去世了 所以 要到江户 去投靠一位 不太富裕的亲戚 想请这位亲戚 帮她找个女士 或是帮佣的工作 四肢急 对这不曾相识的少女 打心底 产生一股好感 她越看 越觉得她美丽 她问她 有没有未婚夫 她笑着回答说 没有任何婚约 随后 轮到她问她 是否已经结婚了 或者是否有婚约 四肢急告诉她 说自己 有一个要奉养的母亲 至于 结婚的事 自己还年轻 还没有考虑过 这段清晰明了的 谈话之后 她们沉默着 走了很久 她们沉默着 然而正如 谚语所说那般 若有情 双目亦能言 等到走回村子时 两人 两人已经深深地 喜欢上了对方 四肢急 邀请学子 来自己家里休息 她犹豫了一会儿 便跟她一同 回了家 她的母亲 十分欢迎 学子的到来 还给她准备了 热腾腾的饭菜 学子的举手投足 是那样的优雅 四肢急的母亲 立刻就喜欢上了她 还劝她 将前往江户的事 延期 事情进展得十分顺利 学子随后放弃了 江户之行 她成了四肢急的新娘 留在了他们家 学子是个特别好的媳妇 四肢急的母亲临死时 那已是五年后的事了 说的全是对自己 儿媳妇的喜爱于一美之子 学子一共给四肢急 生了十个小孩 这些小孩 个个都面孔美丽 肤色雪白 村里的人都把学子 看成是和自己完全不同的一类 因为农夫的女人们 大都很早便衰老了 然而学子虽然生了十个孩子 却和刚来村子里时 同样年轻 看起来十分水灵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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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谢观看